刚到北京 那是我妈,她非要来接我,拦都拦不住 高楼大厦,北京太大了,我感觉有一种距离感 我在飞机上看到了天山山脉,然后一路向东 也第一次看到了府市的长城,蜿蜒在山脊 回国第一餐,我可太激动了 春天吃春笋,这个是石令菜 鸡纵菌,江南小炒,雪鱼 这是我妈请问的,谢谢老妈,好吃 就我们来北京办事 我想买这条Gama Hybrid裤子 就是她侧面做了这个弹力的拼接,特别好 还收口的,关键是这是弹力带的,不是拉链的 我想说穿着特别方便,但是为什么没有号呢 你说吧,鸟牌在前年,是吧,被中国收购了 但是国内它上亿没有XXS,裤子没有00号 这裤子是2号的还是最小 我就根本穿不了,鸟牌在国内我是买不到我需要的最小号 就是先试试,那裤子我就想替换这个拉链和这个扣 这个扣叠腰的时候有点够 可是有多久没穿裙子,鲁牌的,很舒服 还是浅色的好看 限制走步的这个不能大步流行 芒果和抹茶 三厅 看到了我的小巷 如果这个是小号的,特别的软 我那个已经被洗一会儿毛洗硬了 这个小巷也好可爱 长毛巷 这个是蒙马巷 100%羊驼毛做的 果冒巨大的Jelly Cat店 我全部想拥有 晚饭老妈蹄花 好馋这一口呀 豆尖 这是水煮鱼,两个人肯定吃不了的 软弄 大裤衩子 今天天气好 带我妈游香山 地铁能支达的很方便 其实最好的闪花季节是4月初到5月初 现在是3月底 花大部分都没开 迎春花比较多 香山我不记得咱们来过了 10年了 当时学生时期我只混集到五道口周围 然后周六周日参加社团 北京其他地方我也不输 大家听说过宇宙中心五道口这个称谓吗 反正十年前是这么叫的 我觉得称五道口为宇宙中心 可能因为高校在那边云集 然后留学生比较多 然后就有很多寒残 然后国际性的夜店也比较多 但是这样去global 13号下特别挤 以及学区房特别贵 比如华庆家园 画着现在是淡季 门票五块钱一张 4月1号开始就变成旺季 门票十块钱一张 你看现在小店还没开呢 看那个树是从墙上出来的 这个花花纤红点点的 和我妈出行我的部署点半 我之前一个人徒步都是这样的 我就爬上最好的饮料就是椰子水 增加点能量 还有天然的电解质 站顶就在那里 我一点点出现 到了 红色 hadi 到顶啦 吓一笑 我寻他来了 这这个压头 için要给我熟他来了 让我ack 灯花浪漫在那边山的荧光面 那边是什么湖呢 20块钱的雪糕 就拍一下这个形这个字 我也挺好看的 我自己拍照五张选一张 给我妈拍照 50张选一张 最近的我觉得爬山气温刚刚好 大家4月初赶快来爬山 我穿着200厚度的羊毛衫 爬到山顶 背部微微出汗 因为背着包 现炸甘蔗汁 必须要来一点 这个店叫火艺里的童年 然后我就看到小时候吃的无花果 我主要吃这个 对小时候喝高乐高 小克力味的 知道大白醋奶糖有这么多味道 这个叫猴网蛋 但是我没找到一样的 我小时候吃那种滑滑蛋 这样子 还有这个东西甩的甩大的 还有溜溜球 小浣熊小当家 真想吃这个泡滑糖 还有星球杯 噎了个蛋 不过这是假的 这是气球 是不是美院雕塑西毕业的 他把皮刮掉 上完不有一层 那个壳 芳草地购物中心 真的很艺术 上面还有个星球 露露的新款简形裤 两边有拉链 我是比较爱 秀身的小白梯挺好 但这是瑜伽款的 这碗会热 据据的 宽松的摆踢呢 还是紧身的好看是吧 关键是前面掖着还可以 但是你侧面看 像拖着一个尾巴 是我自己这件是后台的成款 我多么希望它是后台的 我想重新设计下 这个婴儿式的logo 我也不想叫它母婴式 因为爸爸也可以换掉布呀 设计成个无性别的logo 小黄瓜苗 这是台湾菜系 这个东西叫干树子 一种调味料 这个是红豆糯米糕 特别好吃 橙椒鲁鱼 这个是猪肚汤 柳树真漂亮 新绿 黄绿 日堂公园还蛮热闹 好多来拍照的 先说这个装置人一到底下花自动就开了 这个树 这个树叫千年九龙柏 挂红牌的古树 树定在三百年以上 这棵有1100年 我之前想找一年四季都温暖的地方生活 但是现在我发现我更喜欢分明的四季 就冬天下雪吧 银庄素果 像白色的童话世界 那春天呢就非常的声音机盎然 夏天可以躺在海胎上 秋天可以有红叶 就四季的变化 每一季都会有惊喜 有所期待 视觉上 体感上的不同 我喜欢这种转化 答应 我喜欢我 你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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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喜欢